我也不太喜欢方舟子,提到转逼音更是对他深恶痛绝,但,毕竟我最信奉的,是尊重他人的话语权,特别是尊重对方正确的空点,于是翻看他写的课中求见,方舟子谈健康,还是挺有意思的,比如说到维生素A,直接射入会有过量中毒的危险,但是吃胡萝卜就不会了,最多只会让你皮肤暂时变黄而已。 所以看人的全面,萌如其人自如其人都逝去了,喜欢不喜欢在乎性情,科学精神这点还是值得好好推广的,你们最近要集体干一些比较无聊的事情,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书,翻到了这本,去年这个时候,貌似也在看类似的书,科学松鼠惠云无心的诗的真相,都是关于健康的科普书籍。 说到这里,比较像两种个人感觉的区别,二者都是用严谨和学的态度,但是方先生显然更加理直气壮,得理不饶人。 语言都挺幽默,方先生更加细腻一点,很符合其做人的风格,现代的人越来越注重健康。 不过,我们毕竟不是专家教授,存在许多健康误区,比如我们自以为健康而营养的生鱼片,一般的油炸鱼片都用血鱼制成,这种鱼里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富豹和脂肪酸,DHG。 而各种鱼条,鱼片制品,也就顺势为自己打上了营养的标签。 不过,血鱼片的包装和袋上,往往会列出一二十种配料,繁琐的加工已经让它变得不那么有益健康了。 大量的盐,围经和油炸石带入的饱和脂肪,因此,如果你购买的是加工货的鱼类产鞋,它们对人体健康的危害,可能已经超出了其所能带来的益处。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私性的,但是人类又会自逃的大脑,浪潮不断向前推进,人类随时曲折前进,偶尔折腾下自己。 动轴来看,我们是在不断享受更好的营养和健康,这也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品质,用意是不是技术? 如果说是理论,放在现在来看,更是逻辑漏洞太多。 什么隐形骨形致病的案例充斥在所谓的古典里,这种似乎是折身时则是模糊的,阿弥际一般的。 而用颜值凿凿的理论实在是太多,假设这也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的话,那街头算命也是当大科学了。 鲁迅先生说,国人体格无论多健壮,但思想上落后,也仍然是一个落后的民族。 讲中意这个骗人的东西揭露出来,在国人的思想上可谓是不小心冲击,在这个意义上,方舟子不仅是在为国人的身体健康而战,也是在为国人的思想健康而战。 最后,还是说说转基因,在动骂方舟子无数次之后,我自讨十九,认为他只是个固执的科学家而已。 毕竟转基因的危害没有明显的出现,而方舟子的骗局又特别强,哪怕面对上一国人的咒骂,他也绝不回头,作为科普专家,不尊重他,而作为一个有责任,有担当的精英人士,他却远远不够资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